各位学员,大家好 本节个我们讲解一下开源编辑器的上传漏洞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漏洞的成因 主要是程序员在编写上传印证代码时 考虑的不是很周全,过率不严格 从而造成了编辑器也同样存在上传漏洞 编辑器的总类 从右边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上开源编辑器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里主要讲解一下 EwebEdit,FCKEdit,CanaEdit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EwebEdit的漏洞 左左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编辑器存在的漏洞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这里主要讲解一下上传漏洞 上传漏洞主要是通过样式管理 新增样式添加可以上传文件类型 最后通过预览然后上传文件 我们实验一下 登录 通过样式管理 新增样式 添加一个样式 这里通过添加图片类型 添加一些可以执行的脚本 ASP Cer,Cer,Ctx 这里ASP,ASP主要是通过 它会有过滤的时候 ASP过滤为空额 或者过滤为空的时候 还会留下一个ASP 我们提交 然后添加工具栏 添加一个按钮 插入或修改图片 保存设置 通过预览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图片 但是这边无法进行点击 EwebEdit对浏览器支持不是很好 我们这里通过IE test来进行流量 新增一个IE6 打开 登录一下 这边我可以看到 已经可以打开了 选择图片 我们这里就可以直接进行选择 ASP的图片 因为我们在后面 后端已经设置了 可以上传ASP的文件 你的ASP的 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已经上传成功了 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图片 所以显示了一个X 我们可以点击代码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 完整的上传地址 我们打开 这里已经进行了 ASP的解析 我们通过拆调管理 添加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正确的管理网站的服务器了 这个完整的漏洞浮现过程就是EwebEdit的上传漏洞的 主要是样式管理 新增样式 图片添加可以上传的类型 然后预览之后上传文件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FCKedit的漏洞 从左边我们可以看到FCKedit也是存在比较多的漏洞 这里也仅介绍上传漏洞 以主要是配合上传页面 然后再结合解析漏洞拿下权限 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下文章 what'snew.html 看一下FCKed的版本 这里显示的是2.4.2的 这里显示的是2.6.6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较低的版本 这就是上传页面 可以看一下getfolders and files 查看目录和文件 这个点已经看不见 我们换一个流暗器 用一下火狐 可以看到火狐可以正经营执行 我先来添加一个ASP文件看一下 invalid file不允许上传 那我们再上传一个有解析漏洞了 文件 不好意思 名字写错 2.ASP 方号.jpg 点上传 上传成功了 我们到伏器上看一下 可以看到图片已经正确上传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菜刀进行连接一下 接下来我们通过菜刀进行连接一下 地址格式 可以看到解析漏洞是可以拿下伏器权限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query folder创建目录的意思 因为这个版本是IS6.0的我们可以想到通过解析漏洞 拿下服务器 通过创建一个xx.asp的目录 看一下可不可以创建 可以看到1.asp已经创建成功了 我们在1.asp里面来上传一个直接上传一个图片文件 通过目录解析 通过目录解析拿下权限 那么低版本跟高版本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上传一个具有解析漏洞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传的3.asp方法 分号.jpg已经变成了三下皇家 asp分号.jpg 这是一个图片文件 而不是可以解析成asp的文件 我们是不可以进行连接的 那么再来试一下 通过创建目录的方式来解析图片文件 一个2.asp 确认 确认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创建的2.asp也已经变成了2下皇线asp 那么我们该怎么绕过点边下皇线的这个限制呢 这里我给出通过代理的拦截方式 创建目录 4.asp 确认 已经拦截了 发送到repeater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new forward name就是新创建的文件名 而current forward就是当前目录 2%就是斜杠的意思 我们可以通过在当前目录下添加一个5.asp 这个目录 fck就会确认是否有5.asp 如果没有5.asp 它会自动创建一个5.asp 然后在5.asp之下创建一个4.asp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5.asp已经创建成功了 而在5.asp里面创建了4.asp 没有创建成功 变成了4下华线asp 当然我们就可以通过在5.asp里面上传一个图片文献 来进行解析 我们来试一下 就把图片文件 代理没有关 上传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在5.asp目录下 已经创建了5JPG 我们来连接一下 可以看到高版本的也是可以通过创建解析目录来完成上传漏洞 FCK的上传漏洞主要还是上传页面配合解析漏洞 拿下权限 其他的编辑器 由于网络上开源的编辑器实在是比较多 我们不可能一一讲解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网络上已经有人整理了一份文档 可以看一下这边有比较多的编辑器 有远程文件上传漏洞 本地文件包含 目录便利 RS解析漏洞 那么其他的编辑器主要也是有上传漏洞的 还是得配合解析漏洞才能拿下权限 修复的方法 如果最新版编辑器已经不存在漏洞 那么更新编辑器的版本就可以解决 而如果最新版本还是存在漏洞 那么最好是暂停使用此款编辑器 最后留一个作业 自己选择几款编辑器 搭建完成之后 试一试上传漏洞 可以参考网络上的编辑器漏洞手册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个编辑器漏洞 那些编辑器漏洞 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otras有的话 就是用的编辑器漏洞